市望港股後市 內地在7月以來都是沒有新增本土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反映疫情已經是有所改善 另外,納指是創新高 也都會為香港上市的科技股提供一定支持 我們預計港股今日將會繼續反彈 恆指的初步阻力在25,500點 港股通過錄得淨流入4.2億港元 其中騰訊是淨流入20億港元 再加上持續的回購 預計騰訊今日都會繼續反彈 短期的阻力位在20天線大概是456元 另外,中國主要的官員是要求香港加快發展 預計中港將會加強金融領域方面的合作 金融股,尤其是中銀香港23800 將會成為主要的受惠者 我們建議現價收集 另一方面,國內航空和澳門博彩板塊的股價近期是受壓 不過,近日內地的疫情好轉 投資者可以趁低積累銀河、娛樂、南韓、1055等相關的個股 今天的個股推介是九龍子業2689 九指是發佈了營起 在收入和毛利大幅上升之下 預計2021財年的核心證利潤將會按年上升最少五成 營起的預測代表2021年財年下半年的營利增長大概是兩成三 營利增長比上半年的76%減慢 主要是由於第二季的產品價格下跌 雖然是這樣,但九指在七月宣布白板紙和卡紙的價格都是小幅調升 反映了需求開始反彈 加上進入了暑假、國慶、雙十一等的旺季 我們相信紙價在第二季度已經見底 並且會在下半年進入紙價反彈的週期 九指現價的估值是5.8倍 未來12個月的預測市盈率 低過3年平均的6.7倍 我們建議買入目標價12元 紙市價9.5 謝謝 上述海基分析員為證監會持牌人士 提訴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從事相關受規股活動 其及或其有聯繫人士 並沒有擁有上述有關建議股份 發行人及或新上市申請人之財務權益